你敢相信吗 这只小橘猫刚断奶就当了妈妈 而旁边这只小鸡就是它的孩子 原来就在小橘猫刚满月时 主人在家附近捡回一只小鸡 主人说小鸡的妈妈已经遭遇不幸 变成了一锅美味的鸡汤 从此以后你就是它的妈妈 一定要好好照顾它 小橘猫感到十分无语 我自己都还是个宝宝呢 现在居然都直接当妈了 小橘猫研究了好半天 确定这是一只奇怪的两脚兽 还被吓得连连后退 而小鸡第一眼看见小猫时 就认为这就是自己的妈妈 一个劲地粘上去 屁颠屁颠地跟在小猫身后 哪怕小橘猫用爪子挠它 它依然像个跟屁虫一样 跟在小猫身边 好在经过几天的相处 小橘猫见它十分乖巧 没了妈妈也着实可怜 开始慢慢地接受了这个孩子 承担起了妈妈的责任 看见小鸡跑到危险的地方 小橘猫就会把它赶到安全的地带 看见小鸡的毛发脏了 小猫妈妈也会主动帮它舔屎干净 此时觉得猫妈妈很称职地扣666 虽然一个月大的小奶猫 正是活泼好玩的年纪 但为了这个突然多出来的孩子 小猫逐渐收起了顽心 开始一心一意照顾它 带着小鸡融入自己的大家庭 但阿姨和舅舅们 似乎不太接受这个奇怪的外甥 毕竟小鸡和大家长的实在是差太多 它们都感到十分害怕 甚至还被小鸡追得满屋子乱跑 这下被嫌弃的小鸡 只能回到小猫妈妈的身边 因为只有小猫妈妈才会陪它玩耍 每次到了午睡时间 眼看小猫妈妈都要睡着了 而小鸡虽没有午睡的习惯 但还是靠在妈妈腿上 然后数着绵羊努力让自己入眠 小猫妈妈也下意识地把孩子搂在怀里 慢慢地母子俩就这样安然入睡了 看着如此安宁和谐的画面 真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满满的爱啊 感谢观看